Hi, 我是陳老師 講了幾集廢話之後 今集我們一起討論一下吸引力法則的運作原理 我不想試圖去合理化吸引力法則有多麼科學 多麼合乎常理 我本身就當吸引力法則是神秘學 所以我們真的不用懶不去包裝到它什麼量子力學 吸引力法則經常會提到一句說話 就是意識決定實上 即是說其實我們生命之中的一切的東西 都是我們吸引回來的 這些東西都是我們心裡所想的東西而顯化出來的 所以我們不要去看小的那些仆街磁石 和那些烏鴉口的人 他們絕對是顯化大事 為什麼我們會遇到這些東西呢? 就是在我們的心裡 我們更加傾向這些東西 你的頭腦裡的思想經常都會想到這些東西 但當然我不是叫你去監控自己的頭腦 監控你每一個思想 而是我們要知道我們遇到的人事物 其實都是你內在感受的一種顯化 我們經常都說 世間萬物都是震動的 對吧? 我做meditation的時候 我買了一個仲撥 那仲撥就是很空靈的 你敲它你就知道很舒服 那仲撥如果你拿皮棍去磨它的邊的時候 它就會出水花 就是裡面會震動 會出一些水花 當然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一些寺廟 那是很喜歡 你帶了一個同盤在寺廟 那裡叫你擠回來 那種相機 напр Erm 然後裡面的水就會震動 就是一樣的 原理就是跟你拿皮棍磨中拨的邊 然後水震動 这种现象就是我们声音的一种震动 但是通过震动水让我们看到的一种现象 但其实你不放水进去,在磨磁缝,它一样都会震动 它的声波是一样的,但因为你加水进去,所以你会看到 同样地,其实我们的思想也是一样的 我们其实可能见不到我们的思想显化的时候的频率 但是你不可以说它不存在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固态那些东西 墙也好,桌也好,桌也好,地下也好 你把它放大,放大,放大 你就会看到它都是分子,原子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都是不断地移动,不断地震动 而我们的思想其实也是类似的东西 当你想一样东西的时候,你会发散你的脑电波出来 在这个物质世界就会有相应的东西 去回应你的脑电波 这一点就是吸引法则经常所说的 同频共振,同质相级 但当然,如果你要用理论物理去解释这种现象 其实是说不通的,变成矮科学 所以我一直都跟你说,吸引法则 我不需要证明它是什么科学 它本身就是神秘学 如果你要挑机的话,不用讨论 你赢,你对 我们经常说这些是震动 震动有一个很简单的现象 就是它会传播 很简单 你拿一根棍子去敲重拨 重拨会震动 如果你放手去重拨 其实你的手在那一瞬间 其实你的手都会震动 又或者一些人唱高音 很高音的时候,会唱到杯烈 你拿一个音叉去敲 杯又震动,音叉又震动 其实这些都是所谓的同频共振 而我们的想法就像这些声波一样 它就会在你遇到的这个世界的人事物传播 你释放出来一些什么情绪感受 这些情绪感受就会在你周围震动 接着引来跟你一样震动的人 在你的生命出现 所以如果那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 我已经很生气,很愤怒 又要上班,又要见到那个烤黑面的老板 诸事不顺,找不到衣服,衣服烫焦了 当你内在这种情绪的时候 你很愤怒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整天都过得很不顺 你会见到什么都看不顺眼 其实你的情绪就像声波一样 它就向周围的空间扩散了出来 只不过它不像声波一样 你听不到,也看不到 你不知道它扩散了出来 当你产生一种很不好的情绪的时候 你就会引起一些外部事物的共振 那些什么会跟你一起共振呢? 那当然是一些不好的事物 因为你和这些事物的频率 或者这些人的频率是一样的 一拍即合 反过来,为什么那些身心灵大使 一日到刻都叫你感恩、爱 其实就是这样 因为你散发出来的能力是爱的感恩的 那你就会吸引感恩的能量 爱的能量 精神力也是一种震动 而且精神力的震动 它所产生的效果 远远要比我们想象之中更加厉害 我经常都提到的一个观点 就是我们的人生是充满着选择性 我是不认同某些宗教所说的 说所有的东西都是整定的 我们的人生其实就像GPS一样 假如我人生的功课 我人生的蓝图 我的目的地 是要去到A的这个地方 当你打开GPS的时候 它会规划一条路线给你 我怎样走怎样走 可以最快的速度走到这个地方 但如果你不小心转错了街口 那怎么办呢? 不要紧的 它不是重新规划一条路线给你 你一样可以去到 只不过你多多公里而已 可能本来你可以走一条 不塞车的道路去到A的地方 但是走错了街口 就搞到要走一条塞车的路 再去到A这个地方 而在塞车的时间 可能你又会发猛诊 可能会和别人吵 车主为什么开得这么慢 可能会令你不开心 但最后你一样都会去到A这个地方 但同样地你也可以选择 走一条不塞车的道路 很开心地去到A这个地方 所以我并不认同 命运是不可以改变的 如何去走一条路 各种要经历些什么 路过些什么地方 体验些什么 其实是可以变化的 而且是可以随时变化 只要你当下改变了这种情绪 马上就会变化 我觉得很简单 如果你连人有命运 整定的这件事 你都可以相信 即是相信有神 既然神也存在 他也可以帮你定一条命运 神不会这么死板 他不会说你一定要这样走 这条路一定是整定的 你无论如何都要这样走下去 没有办法改变到 他不会整一条 这么生硬的道路 让你走 他只会给你一个大概的方向 因为你想想你做GPS的人 你都会考虑到这一点 如果你相信有神存在 你觉得神是不是 连一个做GPS的人都不如 不可能 这件事无论在哪个角度说 根本说不通 我们是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 我们可以通过锻炼 去改变自己的信念系统 改变自己的情绪模式 从而改变我们的命运 但是你人生的终点 可能是不会变的 但是你人生的过程里面 就充满着选择和改变 甚至乎 可能是你人生的命运 根本上也没有固定的答案 可能这件事也不固定的 你想想 就算你好像打机这些简单的东西 你的开发商 也可以设计成有A结局 B结局 C结局 无数的结局都有 如果你真的相信有神的存在 他创造了一条命运和世界 他会不会只让你走一条路 只让你得到一种结局 一种可能 根本上这件事在逻辑上都说不过 但是为什么你会相信 人的命运是整定的呢? 因为很多时候 宗教就是想希望你 神服你自己的命运 然后不去作恶 但是我觉得这样就变成矫枉过正了 你反而无法去体验到你的生命 无法体验到一些你想体验的东西 而被这些枷锁困住了自己 而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不能输 我们学科学法则 我们是希望遇到好的东西 我们排斥一些所谓的不好的东西 但是好和不好 只不过是我们在内心里面 或者是社会环境所界定的一种定义 而我们的内在 其实是想体验各种各样 很丰富的人生 很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去体验好的东西 其实也有办法 那我们就将自己调整成为 一个好的情绪和好的信念 那你遇到好的东西的机率就高了 但前提是你不能去排斥那些不好的东西 因为当你越刻意去压抑那些所谓的不好的东西 就是一些负能量负面的信念 不行了 哎呀我又出现了一个负面的信念 为什么我会是这样的人 为什么我这么差 你反映出来就变成了一种焦虑 变成了一种担忧 你吸引回来的东西就变成了焦虑的东西 和担忧的东西 所有的情绪 我们都是要去释放 去排解 和让它流动 而不是用压抑或用泥挽在它 这样的方式去做 每一个人都很清楚的 他都不想有这些焦虑 负面 羞恥 愧愧的感觉 但你控制不了 不知为什么你就会担忧 不知为什么你就会出现这些负面的念头 你控制不了自己想什么 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你越想控制它 它的能力就越大 它的底速就越大 我们很多时候并不是情绪的主人 而变成了情绪的奴隶 当你的情绪涌入来 你的人生的时候 你甚至乎 是会被这些情绪的洪流冲走 我们要开始去认识我们的情绪 和这种情绪共存 跟随着这种情绪去流动 让它排走 你现在所经历的东西 所拥有的东西 所见到的所有东西 都是你这个磁石所显化出来的东西 所吸引回来的东西 都是你意识在你的生活中的体现 我们现在在想什么 我们就为我们的未来 创造了某一种结果 而这个结果的种子 就是我们现在 在内在的那种情绪和想法 它就像一个导弹的发射台一样 当你想的那一刻 这一粒种子就像导弹一样 向外面发射出去 而亦都将在未来的某一刻爆发 然后影响回来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好像一块铁 铁本身它是不会有磁性的 但它内在都会有电子和质子 分别是正电性和负电性的 正常的情况下 它的正电和负电是相互抵消了 这一块铁本身并没有极性的 所以它不会吸引到东西 我们每个人的原子状态都是这样的 但当你向某一个方向磨擦 又或者去通电的时候 你内在这些无序的排列 就会变成定向的排列 这一块铁就会产生磁性 也就是所谓的磁化了这一块铁 这一块铁本身上越一致 而不是像原先那样杂乱无章的时候 它的磁力就越大 甚至乎你看到一些 含着金锁匙出生的小朋友 它的原厂设定 它的磁性就和普通的小朋友不一样 我并不是想将人去分等级 而是这些人所遇到的东西 它所接触到的环境 与我们是不一样的 它更加容易可以吸引到好的资源 它更加容易会有一个正向的信念 它更加容易有自信 它更加容易相信成功是什么 其实你不需要跟它说什么成功学 你也不需要跟它说 做生意很容易 因为它们在很小的时候 耳鱼目掩 它们就认可了这一件事 觉得是 赚钱很难吗? 它从来都没有建立过这样的信念 所以当你要去帮铁通电的时候 它很容易就可以吸引到 一些财富、风盛、好的东西 因为在它的内在 没有太大的阻碍 但如果我们出生是一个 稍为贫寒一点的家庭 稍为不幸福的家庭 我们在很小的时候 我们种下的 原生家庭的想法和信念就是 其实这个世界是悲惨的 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 这个世界是愧乏的 我要很努力 很努力才能找到工作才能赚到钱 我没有什么好的可能性 当我们很小的时候 建立了这些观念的时候 当要你去改变的时候 要你去吸引一些风承 好的东西的时候 你就要被这些养尊处优的人难 为什么呢? 因为你要去通过的电量就要更加大 你首先要去把你扶向的能量抵消了 然后你才能再吸引到正向的东西 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会觉得 吸引你发生的很难 用不了 因为我们内在很多信念 你都没有改变 你都未抵消了 你都未真正去拥抱 和认可了一些负面的情绪 负向的能量 你每天都向宇宙下订单 你每天都想正面东西又如何 你每天都口口口感恩 这些口头上的东西 根本就没有不足以抵消你内在的负向动力 你的内心依然是不满足的 你的内心依然是渴望可以赚到很多钱的 我都说过 渴望表面上这个词是想得到 但想得到的潜台词 就是说我没有 我现在没有 我恨有 我们首先不要说这个社会公不公平 这个世界公不公平 当我们不是出生是一个富裕的家庭 就意味着我们要走去封城的这条路 是会慢过那些养尊处丘的人 这点是肯定的 我们首先要克服来自原生家庭的那种 区乏的信念 然后你才可以通过这几步 走到起跑线上 但别人一开波 养尊处丘的人的小朋友 他一开波就已经在起跑线上 或者已经在起跑线前面 但我觉得这些事情我们不可以怨 因为可能他们生活在这一类的家庭 对于丰盛 财富这一件事 他们是有优势的 但可能他们家里的环境 父母的关系 或者他们所面对的 以鱼我渣的生活环境 生存环境 和各种各样的诱惑 不信任 可能是多的 会比你一个普通的人 他要面对的压力是大的 至少在这一部分 可能会是这样 这些就是他其他要面对的功课 我们可能觉得 我们很羡慕 有没有人会有一个 那么丰盛的人生 那么奢华的人生 但你有没有看到 他背后 可能还背负了很多的东西 很多家族的东西 很多可能表面上 没有你所想的 那么光鲜的东西 这些就是我们所见不到的 冰山下面的那一层 大家所背负和面对的东西 大家人生的议题和功课都不一样 但如果单单说 在成功的这件事 和在丰盛的这件事 没错 他们仰尊处优的人 的确是有优势 那么既然我们知道自己 不是赢在起跑线上的人 那么我们便认了他 我们便花多一步时间 去疗愈自己的情绪 和改变自己的一些信念 那么之后你一样有机会 站在起跑线上 走向丰盛的 但最糟糕就是很多人 都未走到起跑线上 就已经放弃了 继续留在自己的情绪抱抱里面 自怨自怜 悲天吻人 看这件事又不顺眼 看那件事又不顺眼 所以总结下级的法则就是这么简单 如果现在的生活是困难的 是不开心的 那意味着你内在的情绪和动力 还未走到起跑线上 你这块磁石 还是处于负极的状态 你首先第一步要做到 就是抵消你腹向的动力 令自己站在起跑线上 然后下一步再去追寻封城 走去正向那边 你就会遇到一些正向的人事物 但你说我偶尔都会遇到一些好东西 但整体来说 其实我的人生都是很波折的 很不顺畅的 这意味着你还未站在正常的起跑线上 你依然是在腹向的那边 我们经常说有一部分的人 很喜欢看人扑街 其实喜欢看人扑街的人 我们可以细心地检视一下 他们的人生是怎样的 他们的人生有多少个是很顺畅的 他们的人生有多少个是很丰盛的 我真的看不到 想看人怎么死 看人怎么坏 看人怎么坏 那些人 绝大部分他自己都是过得不好的 他自己的人生都乱七八糟 当我们的人的状态是正向的时候 其实你会遇到更多正向的东西 你也会懂得感恩 你也会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帮人 去传达一些好的东西给人 然后反溃给你的东西也会是同样的 而当你想看别人失败 看别人怎样去坏的 抹落的 这一样的信念和动力也会反射在你的人生里面 我并不是想说什么因果报应 而是我想说构合理法则 其实就是说一件这样的事 你想看人扑街 最后你也会扑街 你真心去感恩去祝福别人 你最后也会获得感恩和祝福 我很不认同那些人 你立即口得 我说一些好东西 其实这些是没有意义的 不是说你把口这样说 那就有用了 不是说你开个夸夸群 去赞一下别人 怎样赞怎样赞 你就可以去吸引风声 你在你的社交媒体上 post任何东西 赞一样好那样好 但如果你的内在是想看别人扑街 其实是一样的 你做给别人看而已 Covering法则 反应的不是你想要什么 而是你是什么 你的内在不封城 所以你不封城 你内在封城 所以你封城 我不知道大家明白吗 但怎样也好 讲了二十多分钟 来到这里也真爱粉 记得comment 然后给个like 按下个小钟 讲完